每天做五题,英语没问题,请看第一题 I never drink什么 milk 说我从来不喝牛奶 牛奶是一个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呀,不可以用O和N来修饰 因为O和N表示一个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B选项排除掉 A和C呢,我们选了一个 A,注意前面啊,有一个never 从来不,这是一个否定词 有否定词在的句子叫否定句 否定句不用some,要用any 这是规定 所以这道题正确答案是C选项 第二道题 The boy什么 The tree is team 说树啊,男孩是team In表示在什么里边 With表示携带着 On表示在什么上面 首先呢,男孩携带着一棵树 那估计啊,这个是不符合常理的 树那么大那么重,对不对 先把B排除掉 那么A和C呢,都可以表示在树上 只不过In加的是外来物 A,比如说小鸟,猴子 人在树上 咱们要用in On呢,表示长在树上 树上原来就有的 比如说果实 像枝条,树叶,苹果等等 所以这道题啊,我们选的是A选项 The boy in the tree is team 第三道题 I don't like peers 什么 说我不喜欢离 下面这三个词呢,都表示也 那么to,它是用在肯定句当中呢,是也 Don't,这儿有否定词 所以先把A排除掉 那么否定句当中,也用谁呢 就是用B选项 Either 而C选项,这个also 位置不对 also呢,是用在动词前面的 这个地方呀,空给我们的是巨尾 所以位置对不上 咱们不能选C选项 请看第四道题 Let's什么 Some bread milk 让我们什么一些面包和牛奶 面包是吃的,牛奶是喝的 但是呢,它既有面包又有牛奶 那怎么办呀 我们只能选择A了 Have是一个one的动词 之后玩乐都可以用它来修饰 最后一道题 I can't什么English 说我不会讲英语 C加的是内容 比如说,说什么内容 Say hello Say goodbye 说你好,说再见 Tell呢,后面加的是人啊 比如说Tell you 告诉你 Tell me,告诉我 而Speak后面加的就是某国的一个语言 说这道题,后面是English English是一种语言啊 英语 所以这道题填的是C选项 这五道题,你都全对了吗 全对了,给老师点个小信心吧 更多语法大招,来我的直播间学习 還行